感觉音乐在流动 感觉时光在消失 感觉你有些改变 感觉来不及永远不是说 再十年后 饭吃了吗 你到底在气馁吗什么 我只是觉得 他可以做得更好 这如果已经是他的最好文章 麦嫂矫影剧今天跟卢卡来讨论 金马这次大有展获的美国女孩 那因为其实美国女孩 那时候在金马影展特应的时候 我跟卢卡都没有抢到电影票 所以有点遗憾 但是一些欣赏过特应会的人 对这部片子的评价非常的好 甚至于那时候卢卡的评价 他说哇竟然有人说 这个片子超越瀑布 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 因为已经看过瀑布的院线 我说哇那可以超越瀑布 很不简单 尤其又是新人导演 整个剧组团队看样子 比较有经验的 大概就是这两个男女主角 扮演父母的 庄凯欣跟林嘉欣 但是呢 这样子新手创作出来的剧情 会有多好看 然后整个故事的流畅度 跟电影的呈现 会有多高水准 我跟卢卡其实一直打着问号 所以那时候我们上一集 在讨论哪一部片的时候 忘记了 我们就说 如果这个美国女孩上映 我们一定会去看 真的 上映一排出档期 我们两个第一时间 就排好时间去看 但是看完之后呢 心情上有点 好吧 我觉得这个就留待 我们后面再来分析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时间交给卢卡 让卢卡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美国女孩故事在阐述什么 还有她已经得到 哪一些影展的肯定了 来卢卡 美国女孩呢 她这个故事是 这个导演阮凤怡 她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的 那是在2003年的这个时间点 芳怡 就是这个剧中女主角 这个女儿的角色 她们已经移民美国五年了 那但是呢 妈妈跟两个女儿 一对姐妹 还是得回来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妈妈 是林嘉欣所饰演的 她呢 抵患了癌症 那必须要治疗 所以就只好回来台湾 那爸爸呢 是长期在跑大陆的 那他们就是 在2003年的时候 都回到了台湾 当然就是有点水土不服 那这个主角芳怡呢 她那个时候 就是进入 是崇光是不是 对啦 崇光啦 但新店最好的私立学校 在里面 庄凯萱有说这句话 对对对 那私校就跟美国很不一样 比如说要 这个剪头发 她本来是那种黑人的辫子头 就要剪成西瓜皮 然后呢 还要穿制服 上课 所以就非常的不适应 再加上她的中文也不好 所以呢 这个朋友就戏称她说 她就是个美国女孩 这样子 然后就一直嘲笑她说 你不是从美国回来吗 你成绩怎么那么烂啊 什么之类的 可是其实芳怡在美国的时候 是 就是是好学生 是成绩很好的 所以就是非常的水土不服 所以她就一心想要回到美国 就常常跟妈妈起冲突 那妈妈呢 要照顾自己的病 然后她还要帮助小孩子 适应台湾的生活 就整个是内外交工 然后爸爸呢 又为了赚钱 只好继续的出差 又不在家 那在这个时候呢 SARS又发生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在那个当下的时间点 的一个冲突 美国女孩 心里向往美国 生只能在台湾 然后爸爸又去中国赚钱 这个其实 虽然是2003年状况 但是可能也还蛮能说明 现在台湾的这个夹集在两大国之间的 这样子的处境 那再加上现在也是 还在那个COVID的期间 蛮能打动30岁的这个 迁徙世代的心情 那她呢 在这一次的金马奖 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 她这部片子呢 得到金马奖的最佳新导演 是阮凤仪 最佳新演员是方玉婷 然后还有一个最佳摄影 再接下来是 这个票选的项目 几乎都是非常的所向披靡 包括观众票选最佳影片 然后费比锡奖 跟亚洲电影观察团的推荐奖 所以其实 这部片子呢 在金马颁发之前 的这个风向球 就是影评人里头 一致开出来 都是这部片子 会得最佳影片 所以那个时候 就把我跟麦嫂 两个吓得屁滚尿流 就想说 噢 瀑瀑已经这么好了 居然还有人 比瀑瀑还要更厉害 感谢路卡 因为其实整个电影 看完之后 为什么我说 我是怅然若失 我终于把这四个字 说出来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看完 好像在跑字幕的时候 我跟路卡两个面面相去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说嗯 就这样 然后我们就去洗手间了 这样 然后我们去洗手间 因为上次我们有提醒过 不要爆雷嘛 因为搞不好是 下一场人要进来 所以我们就一直忍哦 忍到最后我们两个 跑去那个 旋转寿司那边的时候 我就想说 哈 到底那个看特应会的人 是在爽哪里的 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买什么单的啊 而且那个 麦嫂你不是讲吗 就是因为那个 我就是有吸鼻子 然后我也是哭得满脸 这样子 他就说 你会哭哦 我都没感觉 我心想说 我哭归哭啊 可是我觉得 你觉得不是鼻子过敏就对了 所以你是真的有哭几个点 我是真的有哭一些点 然后待会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就是觉得感动的哭点在哪里 但我觉得整体上来说 我觉得震撼不如瀑布啦 我只能说 在我这边的观察是这样 然后我就想了一句话 我就想说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能理解这个落差 就是这个评价落差之大 我想说一定是我太老 又喜欢重口味 才会没感觉 麦嫂你觉得 你没感觉的原因是什么呢 还是说你愿意谈谈 你觉得他这部片子 做得好的地方 没感觉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一出来 就有讲了一句话 就说没烧没烈啦 就是他不是像瀑布 里面有蛮多悬疑的点 甚至于那个妈妈在发作的时候 然后他的抉择跟转折 尤其是那个李里仁来的时候 最近的关键字就是李里仁 终于超越刘冠亭了 那李里仁出现的时候 他跟前夫之间的那个互动 就是有点不舍 又有点暧昧这样子 然后因为王静呢 又非常会带情绪的一个人 然后他最后就不舍母亲 去跟老爸摊牌那一段 哇我也是感动到一个一塌糊涂 到最后大家知道瀑布的悬念 就是最后那个河流那一段 那那一段我也是 哇这里整个心这样子 很纠结 就是瀑布会让那感觉 是真的有在营造 那个观影者的态度 然后就是跟那个创作者之间 是紧紧的维系在一起的 可是你在看美国女孩的时候 就没有这种黏着感 那是因为我跟卢凯 有经历过03年那段SARS的期间 我记得那时候是我 应该是学校刚毕业的 第一份正式工作 因为之前都是在打工啊 什么不算嘛 第一份正式工作 就是在某家上市公司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 同事非常的多 就是要戴口罩去上班 而且足足戴了 我记得快要三个月 很痛苦 没想到现在转眼已经快两年了 所以我觉得那种心路历程 我跟卢凯是经历过的 但是整个看完之后 都没有那个感动 甚至于那个心情的起伏 我觉得就是一整个 好像拉不上来 然后没有什么调味料 我觉得看的就是有点遗憾 这样子啦 关于2003年的那个时代切片 我觉得其实可以再讲得清楚一点 就是说 我其实跟麦嫂差不多嘛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在上班 那我自己感觉到的那种恐惧 其实是非常切身的 就是所有的人 在一边上班的同时 戴着口罩的同时 都在想说 我会不会在某个生活的环节里头 感染了这个病毒 所以我会觉得说 在美国女孩的呈现里头 我觉得这个恐惧 并不是那么的强烈 它就只是一个背景因素而已 那还有包括就是像 这个妈妈癌症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觉得 它给我的冲击 我觉得它感觉 就像是一个背景事件 当然因为它的主术的角度 是从方宜的角度来看 所以或许这些东西 在它的世界里头 都不算什么吧 那但是我会 我就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 说卖情怀的话 我是觉得我很难 很难就是 进入那样子的一个情怀里头 其实当初呢 这个剧本听说是被 林苏宇导演叼了非常多次 因为大家知道 美国女孩最主要的推手 是林苏宇嘛 然后她也找她的老班底 林嘉欣来支持这部片子 但是就是有个状况 就是林苏宇当初改剧本 就是把第一人称视角 从这个阿美亚 方玉婷的身上挪开 变成是旁观者 那大家知道 方玉婷这个角色呢 是在影射阮凤怡自己嘛 所以当年她这个 回来的时候心路历程 担忧妈妈的病情 然后她适应不良 在学校被老师体罚 跟同学之间有一些霸凌 跟妹妹之间有一些那种 冲突 吃醋 种种的情节 她那时候其实写的 有点露骨哦 我坦白说 但是后来听说是 阮凤怡家族 有一些意见啊 不希望她可能写的 太耸动这样子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其实 华人世界就这个样子 更不用讲 他们有一些是移民啊 什么种种因素 然后林苏宇就觉得说 你这样子故事 你要嘛就是中贤 但是如果你今天 又是第一人称 就有点像麦田捕首 当年那样子的争议啊 然后麦田捕首之前 还有一个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嘛 都是第一人称创作的 他说第一人称就是会 加入太多个人的情感 可能跟观众的共鸣 就会有一些落差 那如果你家族的人 又不要让你把那么多东西 搬上大荧幕 那你要去抉择 你要嘛就旁观 可能就会 比较平淡一点 但如果你要是直观的话 就中贤 那最后大家知道 他打安全牌 就是后者嘛 然后整个就看起来 就是没有调味料 譬如说像我跟Luca看完之后 我就觉得说 那如果说今天 这个芳怡啊 就是转芳怡这个角色 就是芳怡婷这个角色 这么叛逆哦 那家里面除了爸爸妈妈之外 没有别的长辈 会出来教训他吗 什么也有阿公阿嬷嘛 尤其是里面还有一个大姑嘛 对不对 就是他爸爸的姐姐 会来照顾他们 是不是还可以再多加一些 角色的尬息这两个小孩啊 这样说妈妈都生病了 你们还这么办你 或是说学校老师跟家长之间 可以多一点互动 例如说那个母姐会那一段 我就觉得很好 因为成绩不好嘛 母姐会的时候 等于是家长得到一些负面讯息 说我们家孩子不给你玩了 因为我们成绩很好 你们会拖累 他就说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宁可女儿 不要有同学 不要有朋友啊 我觉得那一段就很好 妈妈就硬起来了 可是就只有那么一段 所以当初呢 我们在想说这部电影 如果要冲突应该会蛮多的 例如说SARS期间 台湾第一次面临到 这样子重大的疫情 至少在近代算是第一回嘛 那是不是会有非常多 像是瀑布里面那种 你离我远一点 妈妈你那在美国 就没有这个病 你看回来为了治你的癌症 我们就全部都要戴口罩了 然后妹妹就搞到还肺炎了 她是不是可以多一点 那种叛逆的对话 我想要看这种冲突 结果就没有嘛 所以我觉得好吧 我觉得有点难违的 这个阮凤仪啦 我觉得她很辛苦 因为再怎么样 她是小我跟卢卡几岁的人嘛 但是她出事提升 有这样的水准 我觉得算是不错了 那举例好了 去年我们都看过无声 在我跟卢卡的印象当中 我们是非常推崇这部片 那人那也是第一部长片啊 可是这个导演 他在拿捏运作这个气氛跟对白 就非常的棒 再加上她就有一点像蒙太奇 然后有一点虚实交错 我就觉得真的好看到不行耶 但是美国女孩就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啦 其实麦嫂我们也有讲过 就说我们其实并不认为 美国女孩是不好的作品嘛 我们也是觉得说 她有一些东西处理很不错 你要不要来谈谈 就是你觉得她有哪些地方 是处理的蛮好的地方 好我觉得处理蛮好的地方 可能就是语言上面啦 因为大家其实知道 如果今天这个角色 该用什么样的语言 什么样的背景 什么样的因素来呈现 那就是直接具体还原 因为她竟然是写实片 是回顾嘛 好那里面就是有 要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一个移民家庭回来 然后点点点 但是呢 好好又回到一个老话 里面没有人讲台语 但专凯勋那个角色 势必是应该会讲台语的吧 结果她也没有 好 然后再加上因为她就是台商 所以她有一些背景 然后有一些土性 有 她找专凯勋这个casting 我觉得非常的好 很合适 可是呢 进入到这个家庭之间 是不是不够接地气 后来我才想一想说 哦 因为她在新店 看样子是山区 有可能会有这样子 格格不入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她很尽力 在还原 03年那个时代背景 语言也蛮还原的 但是我觉得 在讲那个真实度的时候 好像还是有一点的违和 比如说像阮凤仪 她接受专访的时候 她说哦 因为当年 那个电脑要播接 所以她们家可能是因为老公寓 所以就播接不太起来 就变成那个 方玉婷那个角色 就是凤仪嘛 她就还要去 呃 网咖去上网 跟她的美国朋友联络 哦 我觉得那一段就还原了 真实度蛮好的 因为03年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嗯 好吧 导演尽力了啦 这个还原度的部分 我可以打个70分 呃 刚才讲到语言 我就想到 我不晓得为什么没有人讲 因为大部分我去听 这些podcaster或是youtuber讲 都是对于那个美国女孩 一片好评 然后当然也是会觉得说 哦 林嘉欣应该要获得 这个最佳女主角的肯定 但我觉得很奇怪一点 就是真的没有人听出来吗 还是说是 我是哪里认知有问题 就是林嘉欣 她在激动的时候 她的台词带有非常浓厚的港腔 可是这件事情在 这个凤怡的妈妈身上 是正确的吗 她那句港腔 其实就让我有点出戏 但是当然只是出戏一下子啦 整体上来说 林嘉欣还是表现得非常好 她是很私私入口的 那我要讲就是 我的哭点 我的哭点其实就是 老师要她演讲的那一段 因为我觉得在2003年的 那个时间 就开始有一些老师 他是比较采一个 比较开放式的 一个教学态度 然后不是每一个老师 都像另外那个 会用手锤要打你啊 开始有一些 比较新派的老师 那我就觉得 那个动作很重要 让她自己厘清 她对妈妈的感觉是什么 那老师也一直耳底面面 就是说 希望你可以邀请妈妈 一起来听 因为我觉得 他们的状况就是 没有良性的沟通 很多事情都是闷在心里的 然后一出口就没有好话 那如果是演讲这样子的东西 是经过组织跟思考的语言 比较可以达到沟通的效果 那包括方怡 她在跟她的朋友 Ray那个演讲稿的时候 她那几句 我觉得就非常可以打动人 但我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这个演讲比赛 最后没有呈现 其实个人呢 从小到大成长历程 也有蛮多演讲比赛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那个演讲比赛 没有呈现也好啦 搞不好如果一呈现 大概可能母女两个 就彻底决裂了吧 因为她原先的讲稿 应该是非常刺激惊险的 但是我觉得整个看完之后 我觉得比起去年几个 在描述亲情的戏 来说我觉得是差强人意 那因为我们两个是标榜 最诚实的频道 然后也是最诚实的真挚感言 所以身为中年妇女 经历过SARS那个年代的人 我们整个看完之后就觉得 阮凤仪你继续加油 好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评价吧 那Luca觉得呢 我后来跑回去看 2013年的最佳影片 叫做爸妈不在家 我后来就回头去看 因为其实她跟陈哲义非常像 就说他们是拿心导演的 然后呢他们也是集中在家庭的小事 那这个阮凤仪她呈现的是 2003年的SARS 那这个爸妈不在家 她呈现的是1997年的金融风暴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 爸妈不在家 她的起程转合是做得很清楚的 她就是一个事件 从那个帮佣进来 然后到她离开这个家庭 从今天发生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呢跟她有关 但是也带出这个家庭本身的冲突 美国女孩她的问题就在于说 没错 她是很还原 她当时的时空背景 还有当时她在家里发生的事情 可是说实在的 我们没有要看你的real time A事件发生了之后 然后导致了B事件 导致了C事件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 你如何用艺术的手法去 堆叠出这些事情 一连串的意义在哪里 但我觉得美国女孩 她就好像是说 她完全的按照 时间发生的顺序去排比 没有经过一个艺术化的手法 然后所以这些事情 的确有发生 但是有没有因果关系 然后这些事情过了之后 导致了什么结果 有谁有成长了 谁又没有 我觉得这个事情做得很不明显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就是无效无令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觉得最有神采的一段 是她跑去那个马场的那一段 的确就是这部片子的高潮 那但是也有很多 网友就在吐槽说 哦怎么可能 让你做这种事情啊 因为其实马场就是 也算是一个很高级的地方 它有办法就是让你 随随便便就闯进去吗 但我宁可把它想成是说 这些片子啊 它片中都会有一个 特别的失忆的时刻 比如说像《佐水漂流》 里面有一段 它就是非常的失忆 在一个很写实的故事里头 突然跑出一段 那个镜头之美 然后我觉得那一段 是真的很棒 那我觉得美国女孩的 那个时刻就是 马场的那一段 所以那一段我也觉得很棒 但是撇除这些 就是她做得很好的地方 她还是有点太 没有组织了 那因为其实美国女孩 对我们两个来说 基本上就是做功课啦 这个对导演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觉得再怎么样 你有得到影展的肯定 我们还是要先看完之后 才能下一个 比较公正的评论 但是呢 金马当天晚上搬完之后 我们有看到clubhouse 上面也蛮多讨论的 甚至于还讲得蛮激烈的 Luca你要不要会整一下 现在大家的一致看法 我们在每个月的月底 都会在clubhouse上面 开一个影视推荐的房 那那天呢 就是正好跟金马班 讲强碰 所以我们就是 等于是一边在讨论 然后一边呢 就是real time 在听实况转播这样子 然后知道谁得 讲谁没得 结果我们那个房间 关了之后啊 我马上看到有另外一个房 就是叫做 瀑布得奖受害者委员会之类的 然后我就想说 啊有这么 有这么夸张吗 就是瀑布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他难道不值得这个奖吗 我们那时候因为没有看美国女孩 所以呢 就是只能满头问号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觉得看了之后 还是满头问号耶 嗯 曼嫂你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温度差 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温度差耶 是不是因为现在 观众都太刁了 因为我跟你 基本上已经看了 那么多的电影了 什么样的电影是够水准 我们应该是判断的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美国女孩 他真的有办法拿到最佳影片吗 第一点 如果你要讲国际观 他是没有的 我觉得他是输过瀑布的 导演的知名度也没有 演员呈现呢 中规中矩 你要讲说 他可以超越贾静文吗 你看不出来哪一个人可以超越他 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在彩排的时候 就有提到 其实第一关在绝选的时候 林嘉欣就出局了 但是贾静文是一路直冲 就冲到影后宝座了 好 然后再加上整个故事的呈现 真的有厉害到可以代表台湾 甚至于去参赛奥斯卡国际影片吗 我觉得也不够格啊 所以到底大家是在脑粉什么东西的 我不知道可能 我们这个节目出去会不会很多人来骂我们 但是我觉得既然要诚实说 就坦白讲嘛 我真的觉得瀑布高过 美国女孩非常多分耶 我想如果说那个我们这一集出去之后可以观察一下 因为我看了一些YouTuber跟Podcaster 如果是对美国女孩没有那么正面表述的 几乎在开头都会讲说 我们觉得美国女孩很好哦 大家不要来赞我们哦 就已经风向已经变成是这个样子 但我会觉得就说 我自己的感觉是 瀑布他给我的东西是 除了他们母女之间的问题之外 思觉失调症之外 我觉得他讲了一个人生的状态 就是说你不知道你下一秒会得到什么 会遭遇什么 我觉得他把这件事情很具象 也不算具象化 就是说他以瀑布来表达那样子的意念 有的时候你就是会无缘无故 天晴万里 然后就有一个瀑布把你冲下来 你的激流打击你 然后我觉得他把这个东西讲得很好 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激流之下 我们能做什么 然后他其实钟孟宏也有解释过 为什么要叫瀑布嘛 就是说瀑布从远看是很漂亮的 那但是只有靠近的人才知道 他是有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给我的东西是这样 但如果讲到美国女孩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 他的东西比较是一个小孩 成长中的小孩和内心的挣扎 然后一个小家庭这个单位 他面对世界的局势 他何去何从 我觉得他是比较是这样子的 那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东西 跟瀑布比我还是会觉得说瀑布的这个东西是比较 是比较高一层的东西 那再来讲到那个还原度的这件事情 我在别的频道有听到一个说法 就是说有一些乔生 他其实看美国女孩是看不进去的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2003年的那个SARS 他们可能也没有那种在两个大国之间 求生存的那样子的一个急迫性或者是焦虑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就比较 我觉得就比较真的是看个人经历啦 就只能说如果你的个人经历跟美国女孩高度的重叠 或许你会在当中得到很大的感动 觉得说对我就是这样子的生活 然后我的家庭就是这样子 这部片子就是完全讲出了我的心声 但是对于其他的人来说 可能就比较没有那样子的感觉 我的猜测是这样子啦 这也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推测而已 那如果说大家都看完这两部片子了 觉得说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你们的看法 就是透过比如说我们直播的时候 或者是说在这个下面的留言 都可以尽量的让我们知道 去年在推出这个孤位的时候 我已经先看过短版了 那这个短版出来的时候 我就有跟我妈妈说 这来看一下 好像是在讲我们台南那边发生的事情 那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台南女人 地位算是蛮高的 因为大家知道说娶台南女儿 就是嫁妆一牛车 其实当初我爸跟我妈认识 然后那个婚礼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爸那时候经济地位比较没那么好 然后我妈是比较有钱的 所以我妈看了嘻哩哗哒哭到个不行 因为后来进戏院的时候 我还有再带她去看长版的 因为她喜欢成熟方 但是同一时间我们跟另外一个朋友 Momo Momo也有来我们的节目客串过 她就有提到说 她那时候是带她的妈妈跟她的大姨 一起去看孤位 整个看完了只有大姨很感动 然后Momo跟她的妈妈面面相触 就说这是演啥 这不是民室八点档就在演 我都花钱 我来接电影票 坐两点钟就看人在演这种 这演这厨到底是谁要看这样 他们家就没有共鸣 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样讲 这种台湾传统家庭 在台湾的观影人数总是会比较多 但是像美国女孩那样的家庭 再怎么样是少数 但是我觉得导演的诚意是有道了 其实后来事后Momo有去问过 为什么她大姨哭成这样 她说你是感觉这电影很好看吗 结果她大姨说 没有我想到我们爸爸 她说 你靠应该是为了电影 不能说是为了你们家的家庭 还是你们家的什么环境 这样不对吧 但是因为这一点 我的观赏电影的态度跟Momo比较不一样 我说你不能这样说 每一人看电影本来就会有些比较主观的想法跟感受 你们大姨来这样你要尊重 但是有人看电影很感动 有人就是感觉这气味不好 譬如说美国女孩有人就很感情 但是我跟Luca就还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频道就是一个最真诚的声音 那我觉得再怎么样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 然后言论非常的蓬勃的一个国家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如果一旦出来有人要批评的话 我也是诚心接受 但是阮凤仪导演我很希望说 如果你今天还有这个创作的欲望跟热情的话 你这一次也得到肯定了 因为她难获了三个奖真的很不错了 她出事提升 再加上我觉得要呈现当年的时代背景 然后那个家庭看样子很衰败 然后好像一家四个人有点落魄 青黄不接 然后都觉得美国样样好什么的 其实蛮多本土人看起来是整个 内容啦 哥哥不入啦 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 有我就觉得是怎样外国月亮比较圆 我坦白说 我以前也是欺负过这样的人 不能说我霸凌人家没有 但是我言语上就是一项比较犀利 我就会说你下次在台湾麻烦请用中文 我就会这样子 因为我坦白讲 我以前在学生时代真的蛮机车的 就是人家都会说你是成绩好 讲话酸 体育又不错 我以前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整个看完之后 心有气气 我也检讨了我过去一些作为 是不是真的没有多一点包容跟同理心 那瀑布跟美国女孩 其实两个要呈现的重点都一样 就是多一点爱 包容跟你不一样的人 很希望说大家如果听完我们这一集的话 平心而论 我们并没有批评美国女孩的意思 我们只是觉得说可能在我们两个人的心目中 我们喜欢瀑布是胜于美国女孩的 也希望大家听完这集有点哑量了 还是要多多鼓励我们的频道 如果觉得我们频道还不错的话 欢迎你订阅分享留言按赞 或者是说你觉得我们以上观点 有哪些必须要加强 然后要对我们做一些执政的 真的就不令批评指教 我们真的会一条一条都回复你 而且会诚心接受 然后大家一起共好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今天有这个创作的欲望 跟热情的人 就继续创作会越做越棒的 这句话是曾经谁告诉过黄信尧的 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来说 也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 我是麦嫂 我是卢卡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